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Sikiyaki United,我是安东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拆包的是来自美国Kairi Cosmetics 在2016年底推出的一个Holiday Edition 也就是为了庆祝圣诞而推出的这样一个新作版 第一次离镜头这么近,感觉好紧张 反正Kairi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基本上可以算是 hashtagInstagram make me buy it 就是因为它在Instagram还有YouTube上面真的是 超级网红的一款作品 不管是国外的各大美妆博主 然后直到所有人都在使用Kairi的产品 所以也算是一个,就是让我越看就越想尝试 包括我特别喜欢的Taylor 她是在日本的这样一位算是美妆生活系的博主 然后她也是非常喜欢Kairi 所以最后就觉得应该尝试一下 Kairi的化妆产品刚刚发售的时候 一度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 以至于在二手网站上面一只唇膏都可以炒到天价 但是现在你们要注意 Kairi的产品基本上已经全线补货 而且他们会一直不断的补货 就现在网红度已经没有那么高了 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去付嗨价去买他们的唇诱产品 而且官网的话它是有满60刀应该是免国际运费 所以只要你有一张国外可以使用的国际信用卡 那么就可以自己去官网买 我觉得整个过程还是非常容易的 我之前被代购坑了的就是这个 这个拿到了 Kairi Shadow 然后这个是Burgundy 因为我非常喜欢红色的眼影嘛 今天画的也是使用了这个Kairi Shadow Burgundy Palette 然后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好用的 我觉得里面有很多颜色都特别棒 当然这个我会在之后专门做一期红色眼影的大集合 那个时候再详细介绍 然后这个盘子给你们讲一下我被代购坑了的故事 这个盘子刚出的时候感觉hype也是很大 就是一副好像要断货很难买的样子 然后我当时很怕断货嘛 所以就找代购 基本上原价可能也就200人民币左右 代购大概收了我380 然后我当时也没有仔细查 也没有仔细看就这么交钱了 后来发现这个东西 后来发现这个眼影从那之后一直都有货 从来没有断货过 而且原价是那么便宜 所以真的是 不过其实Kairi的这个国际运送也是槽点满满 就是你买了之后它会发货 它会给你一个单号 但是这个单号直到我收到包裹 这个单号都显示没有取到货 就是说他们说Kairi还没有把货给他们 也就是说这个单号完全不管用 所以他们官方是说一到两周可以送到 但是我这个基本上可能赶上就是Hotiday 节日期间比较慢 等了得足足一个月吧 然后整个也非常焦虑 因为单号又不管用就很担心 会不会放哪里被人拿走了 会不会怎么样 但是无论如何 收到了 让我们一起来打开看一下吧 我真的是刚拿到的时候 超级想打开 然后就是自己握着自己的手 不能打开 不能打开 还要做拆包呢 所以忍到了现在 我是不是很厉害 好的 下面就是Kairi Cosmetics 2016 不对 2016应该换英文对吧 下面就是Kairi Cosmetics 2016 Holiday Edition 首先这个盒子就是这种标志性的 一种融化了的 坠下来的这样的Kairi设计 然后我们打开箱子看一下 我的第一个感受 就是这个盒子的这边 破掉了一点 没关系 不管了 首先是有一个 开立的算是节日贺卡 然后整个Kairi的Holiday Edition 都是以颜色为主打 所以一切都是银闪闪的 有时就是说 我希望以我的名义 我祝你和你的家人 有一个美好的节日季节 然后关于为什么要说 Happy Holidays 就是一个小孽 它就是因为在美国 其实圣诞节是一个宗教性节日 而在美国因为种族成分非常的多元 所以很多人其实是不庆祝圣诞节的 但是无论如何 因为圣诞节离年中的这个新年很近 所以大家以后就是比较sensitive的说法 就是不说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 而是说Happy Holidays 就是说不管你是否过圣诞节 还是庆祝其他的节日 这个节日季节 祝你节日季愉快 好 然后下面是我的这个订单 价格已经忘了 所以让我看一眼 没有写价格 那么我一共是买了这两盘 这都是 因为美国的发售时间在国内基本上是凌晨 所以我是凌晨 订了闹钟 爬起来 抢了这两盘 然后抢的激烈程度 我觉得还可以 基本上我记得这两盘里面 有一盘大概是15分钟 或者10分钟左右切的 我觉得还好了 真的比起这个AP全盛时期 那根本就是小菜爷 先介绍一下吧 这个呢叫Mini 它这个里面是 是这样6个mini size的小的唇釉 然后因为正品都是蛮大一支的 然后平时如果不常用的话 是很难用完的 网上有人测试过 这么正品一支大小 可以涂大概120次左右 也就是说 如果你每天都涂的话 可以涂4个月 所以还是挺难用完的 而这个mini的好处呢 就是它量比较小 价格也比较便宜 这样的话你可以花比较少的钱 多试几个颜色 因为唇用嘛 毕竟这个上唇的效果是因人而异 所以可以试一下挺不错的 如果试好的话 你还可以再买那种大的包装 但这次Holiday的这个mini里面 没有什么特别的颜色 有一个Angel 我看看颜色在哪儿啊 对这里面只有Angel是圣诞限定色 所以我们先不试这一盘 先试这一盘 这个的话呢就是Kylie Holiday Edition 就是圣诞特辑里面的4个颜色 这4个颜色全部都是限定色 所以让我打开看一下 OK 打开了 好看 这就是这4个圣诞限定色了 应该分别是Cupid 这个叫Angel 这个是Blitzen 这个是Noel 记住了 Kylie的普通产品的话 这个上面部分是黑色的 然后下面这个 这个留下来的这个东西也是黑色的 但是这次圣诞特辑嘛 是以银色为主打 所以这4G都是银色的杆 我觉得应该先从颜色最浅的开始试 不然的话先试深的再擦掉 可能会改变唇色 那我们先试这个吧 我觉得这个最好玩 这个 这个的名字叫做Q Noel Noel的话是 应该是拉丁 就是和拉丁语同源的那些语言里面 是圣诞节的意思 比如说西班牙语里面 圣诞老人就是爸爸Noel 然后圣诞节的话是Navidad 就都是以恩 就都是这个词根了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一只 我觉得是个浅金色 这样的一只Gloss 我把毛鱼脱了 实在是太热了 我的天哪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真的是金色 让我来试一下 金色的嘴唇 我觉得这个金色虽然是个Gloss 但是发色度是凯莉一贯的强项 这个 颜色非常明显 这个这样应该可以了吧 这个唇膏的味道也是凯莉经典的这种 像是糖果 是一个比较甜的味道 让我来看一下 哇 好的我回来了 我换了一件黑色的毛衣 然后上面也是有金色的印花 上面写着Morlight 这一件应该也是Fint吧 好几年之前买的了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金色唇膏 蛮别致的 因为很少看到这样的颜色嘛 然后我觉得这个搭配比较简单一点的衣服会好一些 如果你身上已经是大红大绿的的话 那这个金色唇膏 因为金色本身不是个颜色吧 所以那样的话会觉得很乱 所以我觉得穿这种比如说唇色里面带一点金色细节的 然后搭上这样的唇膏 会让一个本身比较平凡的这个搭配变得更出彩 天哪 我简直心疼你们美妆博主 就是不断地要zoom in去看产品细节 然后要重新调胶 麻烦死了 天哪 我当不了美妆博主 好的总之我觉得这个因为是个gloss 它不会干 对直到现在也没有干 用手指碰的话会有很多金色下来 这个涂上之后整体感觉比较舒适 我觉得是一款非常适合party 就是年末聚会这样的一个很别致的唇膏版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试下一个cubic 也就是秋比特 这个的颜色的话会比noelle更粉一点 算是一个金粉色 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试一下秋比特吧 回来了我刚刚把这个叫什么noelle搞下来了 我希望你们现在能够去你们最喜欢的美妆博主的视频 下面发一条评论或者发一条弹幕 告诉他你没有多爱他 因为 this shit is hard 不说了 我们尝试一下cubic 好的啊 怎么还勾丝啊 拔丝地瓜嘛 嗯然后这个整体质感和刚才那个noelle都非常像 让我们来试一下 嗯就是我蘸了一次之后的效果 现在我要再蘸一次 因为我觉得上嘴唇有一些颜色不是很均匀 好的我基本上涂好了这个cubic 秋比特 觉得我涂的技术比较一般 但是颜色非常好看 是一个上唇之后不会那么粉嫩 因为它不是全部透明的 所以它会透出一点你里面的唇色 嗯 长这个样子 这只cubic和上一只noelle质感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因为颜色很粉嫩 还加了很多闪光 我觉得会是一个很适合halajuku 就是元素街头风 就比如说像carry carry这样的风格 哦不对 carry pia miu pia miu 对我觉得这只会很适合那种 就颜色很鲜艳 很多蛋糕色系 呃很可爱 很活泼 又有点街头风的感觉 嗯 所以我为cubic这个颜色搭配的这一身 这是来自酸case的一件毛衣 然后是一个很浅的浅水蓝色 然后上面有紫色白色和粉色 以及大红色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cupcake 这个颜色也很适合日常使用 我觉得就是在粉嫩中透着一点小闪光 这样的感觉蛮不错的 嗯 接下来我们要尝试的是这一只 就是angel 这一只是之前那个迷你小包里面 也有的一个颜色 这一只的话应该是最经典的 cindy lipcase那样的质地 就是说它涂上嘴之后会慢慢变干 干了之后应该是一个完全哑光的颜色 cindy之前的lipcase我也用过几次 我觉得持久度非常棒 然后干了之后我觉得还好 因为它虽然干 但是只是薄薄的一层 所以整体感觉并不会觉得 就被贴了一层贴纸那样的感觉 但是因为cindy cosmetics 如你所见是那种 美国妞那样的感觉 所以它整个系列的颜色 都是那种土色呀 什么棕色呀 就是比较适合西方妹子的颜色 很少有比较粉嫩的可爱的颜色 那么这个angel也是 我觉得属于凯莉系列里面 已经是非常非常粉嫩的颜色了 嗯 不过现在看起来 有点像火腿肠那种肉粉 里面带一点灰色 嗯 让我们来试一下吧 背息 Tweak I don't know your knowledge 往前看 你啊 jet帽win 今晚leben 尝试着不球突破裂了 我们下至买 coinc兵裟 结果委直 meat 走指南 愿一按钓 菜